玩了这么久淡仔 当我弟问我 淡仔是不是出生就长这样子的时候 我却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貌似我入坑的时候 淡仔就是这样了 没有变过什么了 但是最早的设定是不是 我还真的不能下定了 要去问问毛姐 你知道淡仔最早长什么样子吗 这都不知道啊 给 去玩这个你就知道了 淡仔的进化史 我来看看怎么个事 哈喽 OK啊 破案了 这就是淡仔最早的样子吧 还没有孵化出来 我们再往下来看看 经过冲洗后 竟然变白了 刚刚敷在表壳外面的 该不会是爸爸吧 经过滚轮解压后 来到质检员这里 要围绕鸡蛋和蛋壳 两个关键元素 那就先把蛋壳给敲碎 活了一个道 前面就是咸鱼棒子 这敲碎蛋壳的方式 也太简单做完了吧 不是个妈妈 这世界的样子怎么这么丑啊 跟我平时做饭 打完的荷包断了你了 这里完了后 还要经过一番电击和解压 都变成了这样 你好吗 我感觉这才是人鸡蛋本鸡啊 建议以后出一个这样的皮肤 你小子是懂艺术的 有点欣赏水平 明天就来刚毅这里报道 下个赛季皮肤你来设计 我的天哪 这样还不行 再进行一波整形 不是哥们儿 怎么给我们蛋仔编成这样了 好家伙 这次直接要重生了 但是怎么要用火口啊 这就对劲了 原来我们的小蛋仔 从出生到现在 要经历这么多的磨难 好家伙 好家伙